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朋友马沙飞 刚从外地来 不不不 马沙飞 要不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出去招呼一下 好 小伙子 这儿坐 听口音这位先生 好像不是江城人 不是 我是四川人 四川哪儿的 四川农村 你是第一次离开老江吧 不是 我在外地读的大学 大学生 那你不算是从农村出来的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我当然也是 我想我就是读到博士 骨子里还是农民 这话说得好 就是读到博士 也不忘吧 不过我没有读到博士 我只是在石家庄读了四年大学 你在河北待过 待了四年 我也在河北待过 我是在那儿下的香 这下可遇到老乡了 不过我比你待的时间长 我整整待了八年 所以我们老江 对河北农村的感情 特别深 我下乡八年 我把我最美好的生命都留在了那儿 我为什么不能充满感情呢 坐 坐 坐 大嫂 哎呀 李嫂 谢谢你 哎呀 可以啊 谢谢 哎呀 李嫂 你给请来了 谢谢 谢谢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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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我们的酒会可以开始吗 开始吧 各位来宾 欢迎你们在百忙之中 参加我们江梅小姐的生日酒会 现在酒会正式开始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女主角 恢复奥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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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的这个公关小姐可能干了 咱们家什么事都离不开的 公司的人都说 这个女人不简单 今天一看啊 果然是名不虚传 可就是 可就是有点像交际花 各位来宾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中泰集团的公关部经理 苏曼 为了给江梅小姐的生日酒会助兴 我现在为大家献上一曲 京剧名段 贵妃醉酒 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那我就献口了 爱 爱 爱到 并轮迟 转腾 见语 语图 语图 林老师 我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十多天了 可春丽的病一点也没好转 你别着急 这种病是得慢慢值得 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 还欠下一万多的债 林老师明明知道春丽的病我们治不起的 可又不死心 她才十岁啊 阿姨 你别难过 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你可不敢太累了我病倒了 今天晚上我来照顾春丽 你去休息休息吧 我爱你 她知道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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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总 好久不见了 别把人家一个人丢在家里 知道吗 他也是从农村来的 好像和你还是老乡 是吗 不过 他受过高等 教育 有点书呆子 所以没有你这样的交界能力 要是陆明 就不会一个人坐着吗 我在这儿挺好 可以看到很多 学到很多 我看得出来 你对这种生活抱有成见 这种场面让你别扭 不是我别扭 是我出现的这种场合 让别人别扭 就是吗 我就不相信有人会天生不喜欢高品味 对 要不我来江城干什么来了 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开了眼界 见识了高品味 这酒婚应该结束了 妹妹怎么还没回来 你说他会跟谁在一起 说不定和姓马的那个小伙子在一起啊 上岚冒出个瞎把老了 这不是一件坏事 起码说明我们妹妹啊 不再和陆明那个花花公子来往了 那个姓马的怎么配得上我们女儿呢 今天晚上你都看到了 她和妹妹的圈子根本就格格不入 一个乡下人在城里读了四年大学 没有一年拖二年养三年不认爹和娘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江妹 怎么躲这儿说悄悄话呀 你好 罗克 真忙啊 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机会和你说话 今天我可要和你好好的 哪有你忙 早听说你回国了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马少飞 罗克 我中学的校友 刚我三届 刚从美国回来 It's fun to see you 来 干杯 农民就是农民啊 别看他是读了大学 就是成了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他骨子里面还是农民 这是他自己说的 骨子里面是个农民又怎么样 看来你又怀念农村 怀念你的至亲生活 阿姨 我找一下马少飞 哎 先生啊 找马先生啊 我找一下十六号的马少飞 他还没有回来呢 他最近总是很晚才回来吗 是啊 可能是忙着找工作吧 我自己回去 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啊 哎 你别拉我 你 到这边来 对不起 小姐 阿姨 现在给你丢人了 我丢什么人呢 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今天晚上 最刻骨铭心的感受是什么吗 你知道我今天晚上在想什么吗 你在想一定要发大财 对 一定要发大财 今天晚上我就发过誓了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可你听清楚 我就是成为了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我也不会成为你这个圈子里的人 他怎么啦 哎哟 她怎么了 喝多了 喝多了 来 我来 哎呀 以后是喝点啊 钥匙给我 我来开门吧 不用 里面有人 有人 当心 这 这 先把他浮进去吧 来 你忙去吧 慢点 喝酒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你们坐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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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为租了一间房子 今天来帮他退租的 我今天足足等了他三个小时 真想不到公子哥还会给穷人抛腿呀 我也没看出来 千金大小姐 居然带着乡下人在夜江城兜风啊 我们不光兜风 我们还手挽着手在度假村 参加一个高级酒会呢 你 哎 美美 今天本来想给马绍飞介绍一些朋友 给他找个工作的 现在看来 他要是不把自己先包装起来 根本进不了我们那个圈子 对马绍飞来说 恐怕不仅仅是外表的包装 对 还有心态 他今天完全是以农民的心态 在看到我们那个圈子 结果他自己别扭 让别人也非常难受 所以说 别说你带他去度假村 就算你把他带到 伦敦 巴黎 他血管里流的 还是农民的血 农民的血哪点不好啊 起码比你的血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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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你今天好光彩啊 要去见老板 总不想收拾收拾 你别那么紧张 在整个江城 还没有人敢对我姜梅的人 挑三拣四 我怎么能成为你 是我推荐的人 总可以了吧 那我们走吧 李总在吗 李总有人早 江大小姐 李范MG公司老板 我中学同学 这位马少飞 具体情况电话里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从今天起 他就是你的马仔了 不敢搬不敢搭 江大小姐人 江大小姐推荐来的人 江小姐介绍马先生的 加盟我们公司是我们的荣幸 我会将马先生是我们最亲密的 合作者 共创我们的辉煌 从今天起 他就全归你了 你是善待也好 剥削也好 随你自己 来了 请进 请进 坐 好 谢谢 是不是 那个姓李的又找你麻烦了 不是 我今天来是专程来致谢的 还有 我想知道你怎么想那天的事 我怎么想重要 重要 所以我才来了 要是你是为这个来的 那我只好告诉你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 意义情的故事 所以不会大惊小怪 但我绝不希望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女朋友身上 可是陆明说 他能原谅我 可能 这就是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吧 所以啊 江小姐 还是陆明好 你该是做的 我今天来 还有一件事 我要为你做点事 你不会是 又要给我钱吧 不是 我要为你的女朋友做点事 我的哪个女朋友 就是那个民工学校的女教师啊 江小姐 你开玩笑 她怎么会是我的女朋友 不是 不是 其实我挺喜欢她的 她的样子很打动我 好像我跟她在哪儿见过一样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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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怎么也和陆明一样 那天一搬你这个屋子 陆明就说 我这个屋子里缺少一个女主人 怎么 你也想帮着我找对象吗 没有呀 我只是觉得那个姑娘很好 你知道吗 那个掌握了我爸爸半个家 我只是过去